現在是早上的六點 今天呢是一個蠻嚴肅的影片 我先來解釋一下 那我弟尊最近的這件事情 我弟呢他在前幾天發了一個文 然後他說一些他的自己的規劃之類的影片 那自從那篇文PO了之後呢 就開始有很多大量的資訊有進了小玉的本專欄 然後就說希望小玉可以讓尊繼續拍片 希望小玉可以讓尊繼續拍片 希望呢小玉可以讓尊繼續拍片 針對這些事情呢我想解釋一下 第一點在內文中尊我弟 他沒有明確的表明他不拍片 而且他有說他可能會繼續拍片 這一部分的人可能是連內文都沒有好好看完 就直接來傳到小玉的視訊來 而且這些文不只一篇非常多 第二點呢今天就算尊他再也不拍片了 但你說我憑什麼 我憑什麼要叫他拍 他就要拍 憑什麼 就憑因為我是他哥嗎 就因為這樣嗎 那你不覺得這個想法非常的偏激嗎 自己的個人觀點 我覺得呢現在的人戰友慾太強 很想要把某些特定的人塑造成他想要 他心中所想要的那個樣子 而且這件事情越來越嚴重 大家要知道一點就是我們其實跟大家都一樣 跟所有人都一樣 都是普通人 都有了自己的個性 往常因為我們常常是要矚目而變成慢慢 好像就變成不是我們自己 甚至有時候我可能還會討厭我自己 因為我會覺得我自己不誠實 所以導致呢 最近可能放過他也覺得他拍片不開心什麼的 因為大家想要看到的就是那個樣子 抱歉這有點離題了 我弟呢通常他是不太 愛套親情牌這種事情的人 所以呢 在拍影片上 我會把這些事情 分成不是兄弟 就是我們會相信是一個 工作的夥伴而已 我會把他分割得比較細 不會因為我是他哥 所以我就叫他做什麼 他叫做什麼 也不會因為他是 他是我弟 我就一定要讓他什麼什麼 我們只會互相尊重而已 常常我看到一些留言就會說 為什麼 昨天發生的這些事情 你好像一點都不關心 並不是因為我不關心 完全不是因為這樣子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包括我 誰也沒有辦法去阻弱別人 所以呢 你要我去 叫他拍片 你要我去 叫他幹嘛 叫人家做這種事 你不覺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這幾天呢 小玉就這樣想了一想 決定還是要排除這支影片來 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呢 好像搞得我好像 現在的情況是 我對他 漠不關心 還是什麼的 這些謠言 就是因為這些特定的人呢 會有自己的 見解 自己的眼光 想要去用這個方式 去看人家 所以呢 才導致 他覺得 我 或是這個人 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這樣的人 重點呢 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你看到的任何人 不一定就是你心中 所想的那個樣子 不好意思我有點語無人次了 總之我大概想表達的就是這些 最主要的是 他應該還是會繼續拍片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是 不用擔心 我也覺得我拍這個影片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就想要對一些特定的人 做一些這個解釋 總之呢 解釋那麼多 我只希望大家呢 一樣 過著自己的生活 不要去施加在別人壓力下 想要讓他成為你想要的那個人 而尊呢 我呢 放火呢 任何一個人呢 笑笑呢 他們都有自己的生活 希望大家呢 可以不要把 自己心中所有的那個想法 去採用在人家的身上 那你只會讓那個人越來越痛苦而已 他越來越覺得他不像他自己 在即興前用出這個嚴肅的影片 我也向大家說聲抱歉 大致上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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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